超强特工武力直爆表 两枪打死了隐藏在暗处的狙击手 带着一个兄弟深入虎穴 与一大波敌人大混战 枪声不断子弹乱飞 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欢迎订阅铁哥聊电影 今天铁哥给大家带来一部枪战动作电影 乾隆红天3 影片一开始 CIA特工希格与搭档小帅 正在太过有当地的黑帮成员进行一场谈判 只是对方有些不讲武德 嘴上说着要和平 安地里却安排杀手 打算将希格二人一网打尽 不想希格早就识破了他的阴谋 就在对方想掏枪时 希格迅速出手 仅仅用一拳一脚就解决了两人 然后二人和门外埋伏的杀手 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虽然二人技术高超 但是敌人太多 他们也只能暂避锋芒 结果在逃跑途中 小帅误杀了一名无辜的路人 这让他十分难受 还差点死在黑帮成员的墙下 幸亏希格及时赶到救下了小帅 多年以后 希格和小帅双双隐退 不再顾问时事 希格更是在妻子去世以后 真心照顾起了女儿小美 不料老天不想让希格这样轻松 小美和朋友在泰国旅游时 被当地的一伙恐怖分子绑架了 希格一听到这消息 立即坐上了去泰国的飞机 与此同时 美国女孩被绑架的消息 也传到了中情局 他们通过现有的情报得知 绑架女孩的是 泰国当地的恐怖组织 阿布卡拉夫 他们的首领叫老王 曾制造过多次恐怖袭击 他们要求泰国政府在一周之内 释放他们被关押的成员 否则他们就杀死这两名美国人 由于其中一名女孩的父亲 是美国的国会议员 因此中情局十分重视 他们派见老黑前往泰国 主持这次营救计划 他们还得知 希格已经前往泰国 为了救援行动不被破坏 他们吩咐老黑 如果希格乱来 就将他遣返回美国 时间来了第二天 希格到达泰国 他坐上了一辆出租车 打算前往一家宾馆 结果却遇到一位黑出租 抢击希格 只可惜他们找错了人 只见希格迅速出手 一招制服司机 然后走进一家菜市场 没想到 司机的同伙竟然紧随而至 一点都不担心 自己会被人看到 他们手拿菜刀 将希格团团没住 简直就是目无王法 希格一看这样 扔下背包 打算教训一下这些人 只见希格一掌一个小朋友 出招刚进有力 游刃有余 竟然是中国的太极拳 不过希格的太极拳十分厉害 堪称是以钢克钢 任何被他打中的人 都会飞出数米之远 几个人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希格还没有使用全身力气 他们就已经倒下 失去了战斗的能力 希格控制其中一人 想问出谁派他们来的 因为单纯抢劫 不会这么玩命 那人却在看到一个巫师后 发疯自杀了 等希格回头看去时 巫师已经消失不见了 结结完这件事 希格就入住了一家酒店 就在此时 泰国的一处基地里 一位将军正在处理手下的遗体 他的许多手下 全部因为被叫老王而牺牲 现在老王又绑架了小美他们 所以这位将军 成了泰国方面的代言人 专门协着CIA 营救小美二人 其中一位高管警告将军 千万不要让事态失控 似乎是意有所致 而希格找好酒店后 来到一家舞厅 还顺手救下了 被混混纠缠的美女小花 不过他此行的目的 是来找舞厅的老板 这里的老板曾是他的手下 希格希望 能够得到对方的帮助 不料舞厅老板却说 他早已经金盆洗手 无法给希格提供有效帮助 只能帮助希格打探一些消息 听到好友这么说 希格也没有勉强 第二天一早 他乘船来到一间寺庙 在这里他见到了大当小帅 原来当那小帅 在乌杀无辜路人后 一直心中有愧 于是归佛门 想偿还自己的罪孽 不过希格此番前来 并不是来寻求小帅的帮助 而是来找一位大师祈福 就在希格拜佛的时候 CIA的特工老黑 也来到泰国 见到了那名泰国将军 面对老黑的到来 将军笑得十分开心 没一会儿 小帅却坐不住了 身为希格的好兄弟 他不能让希格 自己面对危险 因此他决定向方丈告别 打算重返红尘 帮助希格救出女儿 结果小帅找到希格时 却发现 希格与小花搂在一起 小帅以为自己来的不是时候 不过还好小花 只是来给希格送吃的 马上就离开了房间 小帅对希格说明来意 并带来了一个重要消息 一名军火商和老王做过交易 希格带着小帅 来到了军火商所在的餐厅 在这里他们还见到了一位 专门为大人物做事的 中性姑娘丽娜 对方刚和军火商告别 希格就找了上去 他希望军火商 能搭桥让他和老王见一面 军火商果断拒绝 毕竟他也不是小角色 一个见状也不纠缠 转身找到了武厅老板 想调查一下这位军火商 然而武厅老板 却声称不认识这个人 我想小花 趁着送希格的时间 挑明了武厅老板说谎的事 他不仅知道军火商 甚至还和军火商很熟 吉格一听这话 就知道武厅老板有问题 他拜托小花 帮他调查一下武厅老板 结果还侦查到了一些东西 有人给武厅老板 发了份传真 约他在一处训练场见面 希格和小帅 根据这个情报 来到了这处训练场 这里防守堪称十分严密 希格经过观察发现 这里是丽娜和老王的交易地点 丽娜用一笔钱 从老王这里买了一批军火 不过他还发现 暗中还有一批人 正在瞄准老王 考虑再三 希格决定救下老王 他两枪打死了 隐藏在暗处的狙击手 这让他们暴露在敌人视线之下 枪声似乎就是先行 整个训练场开始爆发了一场大混战 丽娜的人也迅速出手 不断攻击老王的手下 整个战场上 枪声不断子断乱飞 简直就是一场三方大混战 希格还和老王碰了一面 不过他们都没动手 为了保护自己 希格一把小手枪开始了表演 只见他躺在一个轨道车上 不断开枪 连续击毙数十名敌人 只可惜还没等他发挥全部实力 一大批警察风云而止 包围了希格 希格立即投降 被带到了警局 不料警察局长认识希格 他指责希格故意破坏这次抓捕行动 还让手下暴打希格 希格难忍得了这个 他迅速反击打倒了数名警察 甚至还夺了局长的枪 一时间整个警局剑拔弩张 幸亏老黑及时赶到 救出了希格 他想将希格前返回美国 结果希格强硬拒绝 老黑也不敢乱来 只能任由希格离开 没过一会儿 警察局长来到了将军的住所 丽娜也在那里 将军此时正在打拳 他出拳快如闪电 身上的肌肉棱角分明 浑身上下散发着属于男性的荷尔蒙 由此可以看出 他能当上将军绝非偶然 而局长此番前来找将军 是向他汇报希格逃脱的事情 将军嘴上没有怪罪局长 甚至还扔给他一个苹果 却在下一秒弯弓搭剑 让局长手举苹果 只见将军一剑就将苹果射爆 一下震折住了局长 他还对局长说 如果下次再让希格跑掉 那么这个苹果就是局长的下场 看来将军对希格早有提防 时间没过多久 希格又想起了军火商 他还想通过军火商来联系老王 通过上次和老王照面后 希格觉得这次应该有戏 结果等他们找到军火商的基地后 却发现整座基地里全部都是尸体 没有一个活人 就连军火商也惨死在椅子上 不过他们也不是一无所获 希格看到了那个名叫丽娜的女人 不出意外的话 正是丽娜带人杀死了军火商 希格二人刚想去追 一会儿手持大刀的杀手们包围了他们 只见他们手拿大刀 跳起了一段神秘的舞蹈 仿佛能给他们增加战斗力 然后这群人便对着希格二人发起了进攻 只见希格起手太极拳 面对大刀面不改色 一前运掌都浑然天长 就连小帅也是异常勇猛 杀手们见九公目侠 就用出了他们的绝技 白刃大风车 不料希格却上演了一出经典的空手 夺白刃 一刀杀死对手 解决了这场战斗 回去的路上 一个女人突然出现 挡住了希格他们的车 小帅一直按喇叭 希格则若有所思的 跟着女人来到了一间房屋 只见他上了就宽一解带 显示出自己不恶大的胸怀 女人用毛巾战水 显露出自己身上的纹身 看着这个纹身 希格心灵神会 然后他和小帅一起 来到了老王的大文营 这里到处都是拿枪的士兵 全部盯着希格两个人 老王也在一群人的拥促下 在门口等待希格的到来 原本应该是敌人的两人 此时经意外的和谐 两人经过坦诚的交流后 希格终于弄清楚了 事情的真相 原来绑架他女儿的 并不是老王 老王只是一个替死鬼而已 希格也从老王这里知道 那个叫丽娜的女人 其实一直在为将军服务 事情到这里终于明了 希格明白了 武厅老板应该也是 在为将军服务 这个将军才是幕后黑手 不过发药一口一口吃 他们决定先去找武厅老板 这时武厅老板也没闲着 他手炒自己的金银戏软 打算跑路 结果人还没有走出门口 就被希格二人堵住了去路 武厅老板也十分干脆 直接掏出枪来 希格却不慌不忙 一直嘲讽武厅老板 生怕对方不敢开枪 武厅老板也没让人失望 就是不开枪 此时丽娜出现在了武厅里 他要单挑希格 希格不从果断应战 两人相互试探了一番 丽娜也展示了一下 他的家传剧学 九阴百鼓爭 不过希格一手太极 用的是那时出身入化 一招四两拨枪斤 打飞了丽娜 直接打出了他的男性真身 最后两个人再次对斩 只可惜这次 希格没有再给他展示的机会 使出一张 旋风大法 彻底打败了丽娜 小帅则趁着武厅老板 愣神的功夫 夺够了对方的枪支 随后希格亲自 送武厅老板领了盒饭 在他们战斗的这段时间里 美国总统命令中情局 必须尽快救出那两名女孩 老黑也联系将军 表示要对老王他们动手 将军听到这里 嘴上露出来开心的笑容 随后他来到一座寺庙 向里面的巫师 献上了一套希格的衣服 希格这边也没有让人失望 他仿佛与将军信有灵犀一般 从寺院大师这边 求来了一张护身符 这看起来是要斗法的节奏啊 一切都准备完毕以后 希格与小帅来到了将军的住所 不过在行动之前 他先给老黑打了一通电话 警告老黑不要去攻打老王 因为他清楚 老黑知道将军才是幕后黑手 消音手枪 干净利落地杀死了外面的警卫 没有惊动任何人 然后又手枪打出了冲锋枪的真实 将看守女孩的警卫 打成了马封网 成功救出了女儿 但是这种行为 也终于引起了将军手下的注意 他们迅速集结 对着希格一群人就是疯狂扫射 子弹就像不要钱一样 把将军的别墅打成了一片维墟 整个屋子碎石飞溅 根本看不见人 希格他们在这样密集的扫射下 竟然还能完美地躲过每一颗子弹 真不愧是美国的 顶级特工 这时希格决定上楼找将军单挑 小帅则在楼下与将军的手下进行去战 此时的将军正在三楼等待希格这道来 只见他弯弓搭剑 一剑射向希格 希格也是丝毫不慌 时间都仿佛慢了下来 还连开三强 将飞来的剑打碎 将军不依不饶又射出一剑 希格此时弃沉丹田 转手抽出一把刀 一刀将飞来的剑劈成两半 看到剑没用后 将军换了一柄短枪 与拿刀的希格展开了泄斗 俗话说刀枪无眼 在他们这种强度的战斗中 只要烧不住 也身上就会有一个血窟了 但不得不说 希格的功夫是真的厉害 没用几招就把将军走得不轻 然而将军早有准备 就在希格打算乘胜追击时 巫师的法术剩下了 寺庙大师的护身符 紧紧抵挡一回合就断裂了 希格隔空手上 战斗力直线下降 战斗有些站不稳了 将军这时就想趁机干掉希格 却不知 大师召集僧侣为希格祈福 一局破解了巫师的巫术 让希格恢复了巅峰战力 状态回升的希格 那简直是神党杀神佛党杀佛 一脚就把将军踹飞树米 将军还想拿到反杀 却不知 希格最擅长空手接白人 这次希格没有留守 一招干掉了将军 就在希格结束战斗的时候 小帅也杀光了门口的士兵 成功保护了希格的女儿 可惜他却身受重伤 已经撑不了多久了 最后倒在了希格的怀里 也算是还了希格一命 最后希格为小帅 举行了盛大的葬礼 影片到此结束 看完这部影片 不得不说 史蒂文希格 耍起太极还是有模有样的 动作戏满打满算还及格 剧情就见人见智了 毕竟 动作犯罪片里看见斗法 实在是让人有些非计 难道导演是要告诉我们 佛法无边吗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